音樂中文字幕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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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18年7月開始採取首席時 我記得在Science Park的初創公司是200多間 其實今天是500間 即使疫情也有增長 其實我們有很多計劃 同事不斷跟進 包括他們怎樣跟投資者交流 怎樣在市場方面開拓好的市場 本地、海外或者大灣區 他們想做的事情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們看到在科學園 有些公司研發了的東西 他們需要走到一個 mass production 或者真的 commercialization 那個階段要製造 正正在工業村我們近幾年 不論是先進就中心 或者DT Hub就是數據industry 或者在大埔、元朗 我們陸續有些主題 是industry theme base 的一些廠下會出來 會幫回業界或者tech company去接軌 最基本化其實是我們本地在香港 怎樣去產生一個新的Ecosystem 包括我們看到什麼呢 一些叫做新科技、新的生意 新的技術、新的工業 在工業村將來 怎樣可以將在科學園的研發 大到變成生產 連繫到在工業村 而工業村裏面 亦都是希望生產到另一個Ecosystem 所以work, live, play, learn 在工業村是一個將來的遠景 從DT Hub 的角度 實際上是唯一一個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個定義數據為主導的 這樣一個企業的一個collection 實際上DT Hub 它本身的定位 就是我用Data Technology 去做各種各樣東西的 最底層的那個Infrastructure的支撐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DT Hub 建立我們研發中心的 最核心的一個需求 這個需求是和我們在科學園 這裡面做的這個 Technology Initialization 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兩個東西都是非常必要的 超材料工藝本身它是一個很先進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人懂的 但是當我們把它generalize以後 AMC 的作用就是能夠讓全球的不同的供應商 都標準化地用到這樣的供應 你可以仔細想想 當那個時間點 DT Hub 的作用是什麼 DT Hub 是我們真正強調的 叫做數字化工廠的腦袋 我不在乎我的工廠生產 到底是遍佈在全球哪個地方 但是我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從DT Hub 這裡出來的